黑色轿车车顶板进凹陷 挡风玻璃裂成蜘蛛网状 驾驶看到傻眼了 造势的是什么东西 抬头一看 只看到挂在终结工程高架上 一块帆布飘啊飘 原来全是雨水惹的祸 胖陀大雨的17号下午5点多 驾驶行星文新路 往大队19届方向行持 怎么知道碰的一声 车变成政府模样 终结公司表示 是防尘部积水太多 才会让雨水一口气往下冲 大量积水冲 终结工程四层楼高架上 往下冲就像这样子 但需要有多大冲击力 才能把这挡风玻璃也冲破 12到13公尺的高度直接落下 那刚好砸到车子的速度呢 大约是时速大概 55公里以上的速度 这个力道让挡风玻璃破裂 专家形容像是一个成人 以时速55公里往下坠落 在下方左右做那个卸水孔 让雨水直接就卸掉 台北监运公司表示 车子已经推到维修厂了 会负给全部的赔偿责任 只是终结屡次出意外 驾驶现在开过底下 都还是心甘甘甘 这里莫赞滑江 太注目了